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讲述了一位音乐教师来到一所偏远小学 他将调皮的学生组织成一支合唱团 在合唱中,孩子们的天性被解放 心智被启迪的故事 如今,在山西省新州市静乐县 电影中的故事正在成为现实 2018年,青年钢琴演奏家李舒曼 随中国交响乐团来到文化和旅游部 定点帮扶地区静乐县进行演出 当他回去后,把当地的演出条件告诉其母亲 中国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退休女中音歌唱家李克后 李克当即决定为静乐县捐赠一台价值4万元的钢琴 这台钢琴成为李克与静乐结缘的起点 2019年,已经年近70岁的李克 跟随女儿一起来到静乐 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留在静乐县执教 到静乐来,我能做什么 那我肯定就是叫唱歌吧 后来我就想 任何一个贫困县 虽然贫困 但是它有学校 有学校就有音乐老师 可是呢,我一问呢 音乐老师没有几个人 真正学唱歌的大概都不超过 就是真正学声乐的 大概都不超过七八个人 哎呀,我说呢 这样吧 我说就叫教师合唱团 组织个教师合唱团 只要你身份是教师 就都可以来 然后我完全按照这个 我们中国交响乐团的那个模式 分成了女高音 女中音 男高音 男低音 非常专业的就 就开始进行这样的训练 进了县丰仁中学教师李小斌 是教师合唱团中的一员 我们也就是怀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 试着参加一下 原本就以为是几节培训课 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 李老师是真正的要把艺术的种子 播撒到基层 他是真真正正的想成立一支教师合唱团 能拿得出去走出去的合唱团 此后李克频繁往返于北京与靖乐县之间 每年近一半的时间 他都花在靖乐扶贫支教的事业中 他还组建起当地第一支同声合唱团 和老年合唱团 并捐赠财务 用于合唱团的培训及演出 同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来自当地的几所小学 其中有不少是农村留守儿童 靖乐县爱乐希望小学 二年级学生萧锦馨 来自该县一个偏远村庄 每逢周末 他会回到村里帮爷爷放羊 我们家养了好几只羊 我就是让他们跟着我 你放羊的时候会唱歌吗 会 你给他们唱什么歌 记得当时年级小 我爱谈天 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 坐在桃树下 风在鳞 烧鸟 在脚 我想当一名 唱歌 歌唱一下 跟那个奶奶一样 嗯 在李克的帮扶下 除了同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现在进了的不少三阵学校 也开始了专业的合唱教学 哇 我们进了现在教师合唱团 也唱得这么好 然后就说 哎 老师 咱们也 组建一个 呃 咱们也排练一个合唱啊 就跟这个一样 就是按照李老师教的这种练声方法 然后就给孩子们排练 哎 孩子们还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 效果还挺好 在李克的专业指导下 静乐县合唱团迅速成长 在华夏根黄土清 陕西第二届全国合唱艺术节上 教师合唱团荣获一等奖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即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上 荣获金奖 也因此 李克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如果就在家里边就是过着那种 就是安居乐业的 要养老享福找个保姆伺候 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就这样走完我的人生 我觉得才有意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